一颗无比遥远而虚幻的星星 现在是成星面前一个实实在在的世界 在宇宙的参照系中 从太阳系来到这里 星环浩宜光速爬行了280多年 但在飞船的参照系中 时间只过去了52个小时 曲率驱动不仅能拖拽空间 也能拖拽时间 那颗若阴若现的星星 竟和太阳大小接近 它有两颗行星 一颗像火星表面荒凉称为灰星 另一颗像地球 有氧气有简单的生命称为蓝星 成星将在蓝星上 赴他和云天明跨越光年和世纪的约会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云天明 向他倾诉自己经历的一切 果然在降落的过程中 飞船收到了从蓝星表面发来的导航信号 成星和AA激动地跟着指引降落到这个世界 但等待他们的并不是云天明 而是关一范 面对在这200多年遥远的他乡 遇到的第一个男人 成星有种扑进他怀里的冲动 关一范是随对来蓝星考察的 因为收到星环号发出的引力波信息 于是留下来等待他们 关一范告诉他们 60年前三体第二舰队在金牛座附近 参与了一场惨烈的战役 但是云天明所在的第一舰队没有任何消息 而且蓝星所在的位置有两条繁忙的航线 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关一范邀请成星和AA去他们的新世界 AA早已被年轻睿智又英俊的关一范迷住了 在AA的鼓动下 成星默默地点头放弃了和云天明梦一样的约会 然后意外出现了 监视卫星突然发现 在彗星上有智慧飞行器短暂的降落和离开 成星想知道这会不会和云天明有关 他随着关一范去彗星探查 AA在留在蓝星等待 谁也没有想到成星和AA短暂的分别竟成了永别 成星和关一范来到彗星上 发现了一种噩梦一样可怕的东西 死线 五根黑线扎在彗星表面伸向太空 像彗星上长出来的五根头发 这是功率极高的曲率飞船留下的航计 死线的内部光速为零 这是宇宙中最死的东西 死线代表这里极度危险 不仅仅是被其他高级文明发现了危险 更可怕的是 死线很容易被其他飞船的危机扰动 发生破裂和扩散变成黑玉 到时候整个星系都将被黑玉笼罩 他们就再也出不去了 成星和关一范离开彗星返回蓝星 在驳入蓝星的轨道时 收到了AA的紧急呼叫 因为出大事了 云天明来了